最近發生在新北市的虎報潭 失蹤落水案 原本是大家開開心心的 帶著小朋友去認識大自然 沒想到最後演變成悲劇收場 遺體已經全數找到 但是其實類似的事件 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 之前也曾經有發生過 原本是美好的校外郊遊 結果最後演變成死傷慘重的事故 而且還陸陸續續 傳出一些詭異傳聞 其實那天虎報潭的這個活動 有沒有 7個家庭31個人參加 最後造成6個人死亡 這是一種不幸對不對 而且那天氣象報告 已經告訴你說 當天下午會下大雨 還去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這是表示說有過失致死的嫌疑 其實我們在談裡面 尤其在吸水 也吸這個地方旅遊的話 最主要要觀察到的水勢 我們常常講說 有所謂的騎頭水有沒有 就這個水一下來之後 是突然間滾出來 而且這個水是平行 就是騎頭的是平的 不像吸水在流的時候是前後 只要騎頭水出來的話 大概你剩下10秒鐘的逃生時間 10秒 對 所以你看到騎頭水來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不要 人趕快跑最重要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個不幸之外 那天虎報潭的不幸之外 其實最有名的就是 1981年的時候 在那個外雙溪這個地方快樂谷 也發生一起學生被吸水 那個溺斃的案件 那天剛好是1 2 3自由日對不對 所以剛好是很多學校 剛好是期末考結束的日子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講說 期末考學生很辛苦 平常就帶你去自強活動一下 所以他們那天就檢定了 外雙溪快樂谷這個地方 進行一個烤肉 很多人就去那邊遊玩 去放鬆 你知道當天除了景美女中 100多個學生之外 還有達仁女中的400多個學生 還有大安國中的10幾名學生 所以在這個整個現場裡面 有600多個師生在這邊 烤肉細水 可是突然間到了下午的時候 突然間一陣水就從上游這樣 就游過 衝下來 而且你知道嗎 為什麼那天 死傷的比較嚴重的是景美女中 因為景美女中離這個地方比較遠 他們在景美 所以來的時候 因為前面的營地都已經被佔滿 他們就往裡面更上面去走 走到快樂谷那個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的話 地勢比較陡 所以當水來的時候 是整個這樣急衝 而且要那個聲勢驚人對不對 第一線就在那邊 對 就全部衝下去 所以那天死傷最嚴重的 就是景美女中的 當場有11個人罹難 其實那一天水沖下來之後 幸好是怎樣 因為剛好四林憲兵隊的憲兵 有11名憲兵 在他們排長那個民邦道 帶領之下本來再去 外裝區把場打靶 經過這個地方 聽到有人在呼救對不對 那憲兵趕快十幾個人衝上去 旁邊有一個駐地的那個軍隊 二十幾個人下去救 所以那個下去之後 馬上撈起 拉起好幾個學生這樣 還好 如果那天沒有這些憲兵在的話 真的問題就很大了 可是那個水很奇怪 就是一陣下來之後 又一陣又一陣這樣 這麼奇怪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就趕快就 幸好有一個建車司機 就他也可能反應比較快 因為那個時候 一月的時候是枯水期 這個平常都沒什麼水 怎麼會突然這樣 一陣一陣的大水 那個建車司機比較機警 他就開車往那個前面去 去上面去看 後來人家才知道說 其實外送器這個地方 上面有一個第三淨水廠 後來他們就是在河谷上面 竹堤 就把那個燃水 竹壩燃水 把這個水燃下來 就要開始淨水 給外送器這個附近的民眾飲用 那一天怎樣 就一大早9點多的時候 他們裡面就有一個管理員 就看到說 那個壩堤的地方 全部都是垃圾跟樹枝樹葉 他就通知說管理員說 你快點去咬咬起來 照正常管理程序 是我要把那個垃圾跟樹枝樹葉 全部都撈起來對不對 當然要 可是因為他們早上被通知對不對 一堆人竟在管理處那個地方 幹嘛你知道嗎 喝酒烤蝦 搞到下午的時候 事情還沒處理怎麼辦 他們就簡單的就看看說 這河流這樣河蟲對不對 就告訴我看得到的地方 用廣播器說 快點…我要放水了趕快走這樣 那就等到他們全部離開之後 水就閘門打開 水一撥關起來 打開再一撥對不對 就連續放了四次水 就是為了要把這些垃圾沖走這樣 哪知道說你看得到的地方 人都走了 兩公里外 你看不到的 對啊 所以才會說 那個水一震一震 所以那個建設事件很急緊 告訴趕快去通知上面的人說 會很多人叫水流掉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趕快把閘門關掉 那可是不幸都已經發生 你知道那個時候所有的消防人員 接貨通知已經是50分鐘以後 因為士林消防隊 離這邊現場很遠 趕來現場的時候你知道 他們潛水服務下去救人的時候 剛才有時候看到 有一個人在那邊對不對 上來要拿繩子下去 拿工具下去的時候 那個人又不見 因為下面都是 你看這個都是大石頭一塊一塊 當水滿的時候 你上面可能看不到對不對 下面全部都是湍急的那個河流 那怎麼救 所以這個人下去有時候卡在石縫 有時候是被這個石頭這樣削過去 對不對 全部都收藏 所以那個時候撈起來 後來他們下去 要求潛水服每個人下去 身上綁一條繩子 固定在岸上 下去之後 你就趕快把它綁住拉上來 可是拉上來的大體 大概都肢體殘破 或者是臉部都已經 整個都毀掉了對不對 後來你知道 當場11個人死亡 隔天還有4個人失蹤 到隔天被打撈到 最後一個被打撈起來叫陳華芳 對不對 那個景美女中的女生 竟然在兩公里外的 那個中影畫城後面被撈起來 而且那時候發現的時候 他只有一隻手露在沙外面 全身都被沙蓋在底下 所以你看那個時候多慘 好 那個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景美女中總共有11個人罹難 包括裡面還有一個 他們訓導主任 還有一個老師的學生 那個家屬的小孩 所以實際你看景美女中的學生 總共有7個人罹難 學生 就是他們學校 他們稱為七軒女 景美七軒女 所以那個時候就把這些女生 大體暫時站錯在那個 景美女中的那個 體育館的地下一樓 是 就讓人家家屬來這邊 告別式 認識對不對 那時候報紙還有媒體報導說 當家屬來認識的時候 這些女學生當場七孔流血 可是好 這個事情過了之後 慢慢之後就有一些 校園傳說就出來了 後來他們講說 1 2 3他們會回來 就是在每年的1月23號 這些學姐都會回來學校 就是罹難的這一天 對 那除了這個傳說之外 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知道嗎 因為之前有一個學生他翹課 就是要回宿舍拿東西 宿舍就是蓋在學校裡面 他上課時間跑去宿舍拿東西的時候 就算看到有一個 學姐在那邊換衣服對不對 他就說你也翹課喔 學姐這樣 哪知道那個學姐人 頭一轉過來的時候 他只剩下半邊臉 怕死 半邊臉 所以那個女生被嚇到 是要差點昏倒對不對 隔天他還收上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說 學妹 對不起 嚇到你了 對 而且那個時候 這個七仙女的故事之外 他們講說 其實以前在早期 景美女中的話 他們學校特別多的椰子樹 他們那個椰子樹的話 是每個學生都要去認養一株椰子樹 所以那個時候椰子樹的樹木 剛好等於學生的樹木 可是有一年工程 就是要蓋很大樓對不對 就把那些樹砍掉 砍掉之後 你看 那一年剛好 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人家才說 當初砍的椰子樹的樹木 剛好就等於罹難的 這些學生的樹木這樣 後來還包括說 他們當初不是我想說放在體育館的 那個地下一樓這個地方嗎 後來改建成廁所之後 也傳出很多靈異事件 包括打掃廁所的學生有沒有 他去的時候就看到說 裡面有人在切切私語 在講話對不對 後來又聽到有人在裡面錯氣 他想說廁所有人在用的話 那我等一下 等你用完之後 出來之後 我再去打掃 可是等了半天 都已經放學了 廁所裡面沒有人出來 那有可能他久 他就走進去客廳 有沒有人…這樣去詢問對不對 後來發現每一間廁所打開都沒人 剛才那個錯氣聲跟談話聲 是從哪裡出來的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很奇怪這個問題 還有他們的姓一樓 是高二學生上課的地方對不對 上去樓的中間那個穿堂 剛好圓面大的圓面鏡子有沒有 平常走過去不小心 都會被那個鏡子自己嚇一跳 後來他們講說你晚自習的時候 或者是儀隊在練習以後 晚上你千萬不要去照鏡子 為什麼 因為照鏡子以後 裡面會看到的人不是你自己 而且可能後面還會多一個人出來 所以他們才會有1 2 3 他們會回來這個說法對不對 所以那個鏡子 大家就開始研究說 你沒力沒力 拿著那一個大鏡子幹什麼 人家講說原來那個鏡子是避邪用 不是讓你去照自己的 好啦 不管怎麼樣 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這些傳說或許是讓很多學妹 都記得說當初學生學校 學姐們發生這種不幸對不對 那你後來以後要緬懷這些人 也不要帶多的一些事情 讓自己有所警闢這樣 最近在板橋有一名正妹 他一打開家門 竟然一顆血淋淋的豬頭 就出現在他眼前 開門看到這個真的是會嚇死人 但是這樣的畫面 如果你有看過港片的話 你會覺得滿熟悉的 港片都演說這是一種討債手法 可是警方追下去發現 奇怪了 這個女生 她也沒有欠債 怎麼會碰到這種狀況呢 但是民俗專家就講了 其實在這背後更恐怖的是 這一顆豬頭 其實藏有一些惡毒的詛咒 學偉哥 其實這個發生在前幾天 有一個女生就好不容易 最近才搬到板橋那邊去住對不對 可是她要出門的時候 門一打開竟然發現說 一顆豬頭 血淋淋的豬頭 就在她門口正對著她的門 你會怕死 對 一般人看到這個灰 還在頭 刺條條 你怕就怕死對不對 所以她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到底是誰跟她 跟誰結仇或有什麼事情 而且以前人家講說 這個豬頭擺在這邊 不是討債的 就是要給你觸眉頭髒晦 所以她就很緊張說 我到底是跟誰結了院 會不會接下來又有更大的報復 所以趕快去報警處理 警察就從附近的監視畫面 監視錄影器開始去搜尋之後 發現說她的前男友 這個流星男子色有重嫌 為什麼 因為那個攝影畫面拍到 你看這邊有看到她的畫面有沒有 只有她提著那個東西對不對 而且是搭乘計程車過來的 她為了要躲避這個 警方的追查 她是開著租賃車到附近停好之後 坐著計程車過來 過來之後 在放豬頭的過程之後 還有這個手要不要瞧你知道 還要瞧到讓她開門就看到 對 瞧到那個臉要對著你的大門 讓你一開門就看到這樣 又這樣 所以就傳聞她出來 其實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在2020年就是去年3月 在苗栗也發生過類似一個案件 一個無星男子家裡面 也被人家擺了豬頭 而且那個豬頭裡面 就保麗龍香裡面 除了豬頭 都要擺了一堆名指你知道嗎 大家也知道說名指 是王者在用的 對 不吉利 對 那就真的是在觸你眉頭 對 這不是什麼下降頭 這只是一種詛咒 我就跟你說 我今天要跟你跟豬頭一樣 被頭剁下來這樣 所以恐嚇的意味非常濃厚 可是因為2020年 在苗栗的這個案子 法官最後講說 他沒有延遲恐嚇你 對不對 他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不構成恐嚇罪 這樣不構成 所以今天這個案子 有可能是有樣學樣 既然我擺豬頭對不對 讓你走到要死 我又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用這種方法 來做恐嚇人 可是我講實在 這個擺豬頭這個案子 很多人就講說 這是有什麼法術 巫術 黑巫術在裡面 是什麼詛咒嗎 其實這個不算詛咒 這是詛咒 是詛咒 可是不算什麼降頭什麼的 甚至降頭 你看 這個案子是發到2018年 在桃園一個老農夫有沒有 他是怎樣 跟一個越南妻子結婚 結婚了15年之後 兩個人感情慢慢變淡 這個越南籍妻子 每禮拜都沒有在家 都有一段時間不在家 是去哪裡 去哪裡也不知道 手機卡不通了 不要跟你接電話 後來那老農夫就覺得說 從很多市政 他就開始慢慢覺得 老婆怪怪的 為什麼有一年吃年月飯有沒有 他在吃飯的時候 叫媽媽 你煮了年月飯 大家一起吃對不對 他老婆竟然跟他講說 那個毒瘤給你們講壽 我不吃這樣 他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說這個 對啊 毒瘤 聽起來很奇怪 台灣人沒有人在講毒瘤 可是是不是有下藥或什麼 不知道 所以他那個時候 第一次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慢慢他就覺得說 這個老婆常常出去的話 是不是在外面 他就找了真信社 去跟監果然 他跟了一個小20歲的一個同鄉 每個禮拜不見就是去開房間 外遇了 所以後來找了真信業者 直接給你抓監在床 抓到之後他就回家開始搜索 看有沒有什麼事證對不對 他竟然在他家的 他的睡覺的枕頭下面 還有棉被 床單 被單裡面 發現裡面有很多符咒 放符咒他要幹嘛 除了符咒之外更誇張的是什麼 還有這種你看照片 這個模糊的照片有沒有 除了他本人之外 還有他大姐二姐的照片 而且這每一張照片 不是被火太黑 就是臉被人家刮除這樣 到底有多恨 加上符咒這樣做聯想的話 就覺得說這是什麼東西 趕快去找老師來處理 因為他覺得說 自從那個林業犯之後 他們家就接二連三 發生很多事情 這個老農夫身體 常常有不明瘀傷出現 包括胸口 睡起來好像去用胸口睡大石一樣 整個心蓋都瘀青對不對 那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身體越來越不好 除此之外 他家的養了十五隻鵝有沒有 就在田裡面跑… 突然有一天 那個十五隻鵝全部都暴斃死亡 連鵝都暴斃 後來才知道說 被人家下了毒藥在農田裡面 那個鵝在那裡頭東西 頭…就都中毒死亡對不對 好 那沒關係 接下來 連她大姐 二姐都出事 你知道她的大姐 更誇張 她的大姐本來一頭烏黑的繡髮 對不對 突然間慢慢慢慢一直掉 掉完也就算了 就頭髮慢慢一直變白 竟然沒多久的時間 變滿頭白髮 那一定是人生病之後 頭髮才會突然間一直變白 而且一直掉髮對不對 所以到底是什麼東西不知道 好 那接下來 她的二姐更誇張 精神開始錯亂 好像有中邪的感覺 有一天竟然沒事在她家裡面 竟然潑灑汽油還點火你知道 好看汽油不多 沒有把房子給燒掉 可是她兩隻手都被燒得 嚴重灼傷 所以一聽就很奇怪 全家都有事 後來又找到了這個照片 跟符咒之後 而且你看寫了很多奇怪的符號 在裡面有沒有 都看不到 人家後來去找老師才講說 這是這種下降頭 這才是名符其實的下降頭 我們講說降頭有很多種來源對不對 有所謂的飛降 鬼降跟藥降 我們剛才講說你看 這些她的大姐 二姐有沒有 不是頭髮掉了嗎 身體出現狀況嗎 這就很明顯是藥降 什麼叫藥降 就是我今天用了很多武毒 我們以前常常講說 雲南不是有古毒嗎 養五毒之後還是燒台 放在旁邊吃到買了 剩下最後一隻活下來 那隻是毒王 那隻毒王開始 牠身上有很多的微生物 就開始煉製 讓牠死掉煉製 泡在藥水裡面乾掉之後 磨成粉 下在那個藥裡面 等到你那個平常藥發作的時候 牠就用一些聲音來 用一些東西吹牠 讓牠在你的體內鼓噪 之前在馬來西亞就曾經發生過一個 鼓毒下鼓的 就是因為在體內 查出很多的微生物 那個細菌什麼東西 後來牠肚子就一直脹一直脹 脹得很大 到最後竟然去依 1月1 一直依 一直依 吃抗生素 幹什麼都沒用 後來那個肚子大到 吐出來之後 那個肚子還裂開 把我屁死掉了 天啊 對 除了這個藥降之外 還有所謂的飛降跟鬼降 飛降跟鬼降這個更恐怖 把牠養小鬼 對 像牠二姐那個頭 精神開始混亂有沒有 就是用養小鬼的方式 把你的生成八字 把你的照片 把你的貼身 那個衣物啦 或者是毛髮指甲 對 拿起來之後 也開始用咒你念咒的方式 開始對你施以法術這樣 那叫做飛降 對 鬼降養小鬼 飛降最恐怖的就是 那叫做飛降 飛降 飛降 飛降